好的,現在來到的是Pioneer SCN301LR的後篇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比較試聽看看說 Pioneer的喇叭跟N-S YAMAHA NS-BP200的喇叭 兩者的聲音 到底差距多少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聽囉 4月5日,撸來八月 Safe 新鮮2大血 X2古人 你連緊心 飛機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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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氣也夠大 所以它反射出來的聲音 低音也是非常的足夠的 但是就是有一個缺點 它的聲音呢 稍嫌有點硬 但是如果你不做比較的話 你會覺得哇 哇塞 它的聲音清晰得很 而且聲音非常的棒 尤其是那個 有叮叮叮的高音非常高的時候 它非常的亮 非常的棒 可以說是一個 高CP值 萬用型的喇叭 那我們現在就來說說Pioneer的 SCN301LR這個喇叭 這個喇叭一開聲 完全不一樣 這兩個聲音完全不一樣 第一個 先說高音 高音的部分 你會感覺 人聲退後了喔 它不是這麼靠前這麼的亮 它退後稍微有點暗暗的 低音的部分 喔 低音的部分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想到說 低音部分在這麼小的箱體上 它可以做得這麼好 它蹦得這麼有力 那我有去查一下 他們有沒有說 他們的低音單體啊 就是它的那個行程 就是它那個可以 可以前後移動的 就是那個 蹦蹦蹦那個這個 動的這個距離 好像比較長 所以它可以推出更多的低音出來 再來讓我另外一個非常驚豔 就是它 我們造出來的那個空間感 還有聲音的分離度 非常的棒 真的是非常的棒 那真的是 YAMAHA NSBP200 沒辦法比你的 YAMAHA NSBP200呢 聲音是會感覺 讓你就直直的出來 就直直的過去 很難 很難讓你感覺到 那個聲音的分離度 還有那個空間感 但是它完全不一樣耶 像我們視頻的最後一首 它前段大概十幾秒內 有一個 那個那個 的那個聲音啊 你可以眼睛可以閉著 然後想 可以聽的感覺出來說 那個 那個樂器那個 還有那個 樂器內部那個 回音的聲音 就 歷歷歷歷歷在目啊 明明是用聽的 但是那個聲音 畫面是跑得出來的 這是讓我覺得 這一個喇叭最棒的地方 有一些缺點的部分 我還是要講出來 這一台呢 在人聲的部分 因為它高音 它人聲的部分 有點退後 有點暗 所以我平常 蠻喜歡聽人聲的那個音樂 尤其是女聲的部分 所以你會覺得 聲音變暗 聲音退後 人聲不夠刺激 你就會覺得 好像差一點什麼 雖然它營造出來的 空間感 聲音的定位 聲音的分離度 真的非常好 但是因為聲音 人聲的部分有點退後 會感覺 稍微欠缺點什麼 但總體來說 我還是蠻喜歡這個喇叭的 因為有時候呢 我會聽完全沒有人聲 純音樂 爵士 然後交響樂 這時候它的本領就出來了 非常的好 發揮非常的棒 我非常喜歡 那如果你是幾乎都聽人聲 尤其是女聲 清晰感要夠 力量要足 推薦你買 YAMAHA NSBP200 如果你希望低音強 低音一樣強 省空間 而且營造出來的 空間感非常棒的聲音的時候 我推薦你買PINIER的SCN301LR這組喇叭 那這組喇叭呢 一樣 我有進進來 目前就在我的露天拍賣上進行拍賣 下方有連結 你可以看看 它的價格 台灣賣的價格真的是 飆高啊 從日本買回來 那個價錢就真的是便宜的不得了 好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 歡迎點下面連結看看價格 如果需要的話 歡迎購買 好 以上就是本次的開箱 PINIER的SCN301LR 這個名字 真的有點難記 好 掰掰